原标题,胜利之文男主力士,曾在英雄战舰引战日军神风突击队永旧战友。 1945年8月15日,美国时间8月14日,当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,美国纽约时代广场,陷入一片前所未有的欢呼浪潮,在花庆人群中,一名水兵突然搂住一名护士,两人忘情地亲吻起来。 这一幕被著名摄影师艾森斯塔特吉时抢拍,多年来,这张经典的胜利之文照片,也成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,其影响力堪抵美军在硫磺岛的插旗照。 近日,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,胜利之文的男主角门多桑,于2月17日去世,距离他96岁生日还差两天。 浪漫的胜利之文,也标志反法西斯的胜利胜利之文,已经登出立刻火遍全美,它不但成为了艾森斯塔特一生中最知名的摄影作品,更以一种无可取代的浪漫色彩标志时代的缩影。 照片中相互亲吻的水冰和护士,结束亲吻后就离开了彼此,多年来,一直有很多人声称,自己就是这张著名照片中的主人公。 但经过各种人脸识别和历史资料当案的技术还原,最终确定了照片中的水冰,是10年22岁的门多桑,女护士则是10年21岁的弗里德曼。 有趣的是,这张照片拍摄当天,也是门多桑和妻子一生中第一次约会的时刻,而胜利之吻发生时,自己的妻子就在身边。 胜利之吻的影响力,堪比硫磺到查其门多桑,出生于一个渔夫家庭。 1942年加入海军后不久,就被分配到太平洋战区的苏利文浩驱逐舰服役,担任舵手,苏利文浩也是一艘音战争英雄的名字战舰。 1945年冲绳战役中,门多桑所在舰队遭遇了几起恐怖的日军神风突击队,门多桑亲自操作,带救了沉默有军航母的百余名官兵。 随后,在看到海军护士细心照料其中的受伤者时,门多桑就对护士产生了别样的好感。 当她和一生的妻子佩特里平生第一次约会时,突然听到剧场外人群的高呼,战争结束了。 日本投降了,胜利之吻发生当天一片欢庆海洋的纽约时代广场,联想起此前经历的残酷战争,门多桑回忆,我心里一阵狂喜,感谢上帝,我终于可以活着长大了。 那种感觉真好。 此时,摄影师戴森斯塔特也正在纽约的,他看到一个年轻水兵狂奔着,拥抱着每一个不同年龄的女性,最终他抱住一个白色的身影。 两人忘情的亲吻起来,我照拍到了这一幕。 门多桑事后称,我看到一个护士,处于本能,我拥抱并亲吻了她。 女护士府里德曼回忆道,当时我突然被一个水兵抱住,我不认为这是骚扰,我允许她吻我,因为我知道她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和我的国家,现在她终于可以活着面对未来了。 有趣的是,门多桑的未婚妻,也在一旁目睹了一切,但知道丈夫曾面对的一切,并未对此建议。 此时地球林一端,是可有此境派头则陆军大将啊。 拿回几何神风自杀战术之父,海军中将大西山之郎,相继抛妇自杀。 老年们多桑拿着照片,回忆当年青春姬当时克门多桑和弗里德曼,于1980年得以重逢。 尽管此时两人都盯了爷爷奶奶,但回首席于青春激情时刻,依旧恍如昨日,他们由此又发展出一段别样友谊,直到2016年弗里德曼已就12岁高龄去世。 而拍下这张胜利之吻的艾森斯塔特,也早已于1995年去世,或许,天堂中架再次上演胜利之吻。 经历无比残酷的太平洋战争,苏托和自己的未婚妻海伦,热烈拥抱千万胜利日当天的浪漫一幕,绝非只有胜利之吻。 不一与美国海军头号工程企业号航母的爱德华苏托中尉,当时正从贤体上走下,而他的未婚妻海伦,早已在此等候徐久,两人一见面就热烈地拥抱在一起。 这一幕也被摄影机拍成了短片,永久留存于为海军当暗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